在今天白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東半部地區有陣雨 西半部地區天氣晴朗 但颱風呢 颱風它現在的位置 已經逐漸的要往香港 蹲南方海面接近了 對我們來說 已經沒有什麼影響了 但在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 其實有另外一個系統 要影響我們 我們就來看一下未來一週了 先來注意到 在禮拜五的時候 各地來說 只有在東部地區 有點局部短暫雨 西半部地區偏向於 中午以後的降雨 所以東部下雨 西部天氣晴朗 到了禮拜六的時候 中午高溫又回到了32度 但是到了禮拜天 另外一套系統下來 那是從大陸北方下來的系統 也就是東北季風要增強了 從週日開始增強 到了週一 週二的時候 隨著東北季風增強之下 在迎風面的台北東邊的部分 東北角地區 包含花蓮以北 都有些短暫雨出現 但在中南部是天氣晴朗 但這溫度下降的幅度 高溫部分在北部 沒有超過30度 約在28 29 但是到了晚上的溫度在24 可是到了星期三 星期四以後 夜晚的天氣會變得更涼 來看看衛星雲圖了 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目前19號颱風 已經逐漸的往香港 東南方海面前進了 外圍的雲層 明天仍然有些會影響到 東部地區 小丁寧給您個提醒 特別注意的是 東部的朋友 外出記得要攜帶雨具 但是在西半部地區陽光牆 外出防曬工作不能少